主管疫苗的食藥署被爆出疫苗造冊人数远高于编制人员一倍以上 就连食藥署长吴秀梅担任董事长的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 里头的175名员工也被夹带在第一波第二类优先事大名单中 然后被批评是自肥 食藥署面对质疑态度也相当傲慢 请问市长怎么看 我们在疫苗的接种上面看到中央锁定的10类 那这种公费的一个接种的对象里边除了第6第8跟第10 这三类是按照年龄来接种之外 其他的类别都是造册接种 所以我们一直秉持一个对我们内部也好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 谁造册谁负责 所以应该由造册单位来做说明 我想是比较合适的 以上说明谢谢